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继续关注第九集 《红子文言传》 《易经》是谁创造的 它又是什么时候完成的 我们有两句话就可以概括了 人根三圣 四立三骨 人有三个圣人 一个福西 一个周文王 一个孔子 真的是他们三个人 就能够完成这么伟大的一个创作吗 我想不太可能 它只是一个代号 一群人的代表 所以人根三圣告诉我们 《易经》是集体创作的 不是个人的创建 福西在上古 文王在中古 孔子在进古 所以叫做四立三骨 告诉我们 它是经过很漫长的时间 慢慢孕育而成 最要紧的 它经得起长时间的考验 《易经》分成《金》跟《钻》两大部分 《金》比较简单 就是画像 挂名 还有周文王写的挂词 瑶词 赚了那就比较丰富 我们把它叫做十翼 翼就是翅膀 就是《易经》给它加上十只翅膀 让它更加有价值 更加有内行 那十翼呢 实际上只有七种 不过其中有三个 它是分上下两部分 所以成为十翼 下面就是我们要介绍的文言传 文言传就是孔子 看到周文王 他替挂词下得非常的惊念 可是他把很多人不少了解 所以特别加以解释 只有在钱挂跟坤挂两挂有 解释文王所下的挂词 所以叫做文言传 孔子他首先就把钱的挂词 圆云力争 做了一番解释 他说 圆着上之掌业 云着家之慧也 利着义之何也 争着四之干也 圆是原始 大家有没有发现圆就是开始 气呢 就是我们平常所呼吸的空气 圆气怎么那么重要 因为我们人是胎儿的时候 他是吸收不了外面的空气的 他在子宫里面是靠肚脊椎炎在呼吸的 吸收母亲体内的气 可是一出生 那个脊带减断了以后 他就没法呼吸的 所以就开始 他就开始在练习 用嘴巴来呼吸 就呼吸 空气 人一出生就面临了生死关头 你看很多人生出来 他很怪就死了 他过不了这关 一口气不来 你有再大的本事都没有用 圆是原始 元气就是生下来的那一口气 所以为什么这个元气很重要 我们一见面就说 你气是不是说 你很有元气 就在讲这个事情 天底下最大的善 最大的好 就是他给我们有足够的气 如果空气不够 那糟糕了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爱惜这个空气 不要去污染它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使自己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才对得起老天 给我们的这一口气 就这么简单 乾坤两卦有一个重要的共通之处 就是卦子里都包含着 圆亨利真四的字 如果说原始开始的意思 那么亨代表什么 已经又岂是我们 应该如何处理社会关系 过一种更加合理的生活呢 恨是什么 就是说大家在一起 互相照顾 互相帮忙 彼此尊重 那他自然的 他就会恨通 就不会产生阻碍 自然的阻碍已经够多了 我们现在人与人之间 还设下种种的阻碍 我想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 那加是什么呢 加就是美的意思 会是积极 大家有发现 动物跟动物积极在一起 植物跟植物积极在一起 人跟人积极在一起 万物还是积极在一起 积极在一起 大家过美好的生活 植物有植物的生活 动物动物的生活 人有人的生活 大家互相包容 互相照顾 不要去侵害别人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加之惠也 我们做生意 就是把这里有的 送到没有的地方去 把我们没有的 从别的地方运过来 这个也叫做加之惠也 一样的意思 天底下有各式各样的东西 我们互通有无 我们保存它原来生存的一个环境 这样我们才能够长长久久地去生活下去 这句话就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要各尽所能 而有各取所需 你不能说我有钱 我什么事都不做 我专门去买人家的东西 甚至我囤积聚齐 那都是不对的 钱是要流通的 货物是要交换的 我们任何东西都要考虑到 别人也有需要 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可以独吞 这样才能够一方面积极 一方面又很美好 否则人一积极就乱了 人一积极就不和谐的 人一积极就开始争夺了 那人跟动物有什么不同 没有什么不同 人应该过一种更加合理的生活 天下兮兮结为历来 天下攘攘结为历往 互通有无之后 历成为横在人生中的巨大考验 如果说赚钱是靠机会 那么花钱要靠智慧 那么富进来的人们 应当如何花钱呢 为什么说生活豪华奢侈 是一种罪过呢 利是什么 就是利益 能够很合理 那大家就比较和谐 尤其中国人 他都是看你这样合理不合理 你合理的 他就口服心服 你不合理的 他表面上也许不敢说什么 不方便说什么 不愿意说什么 但他心里有书 他到时候他就烦你 到时候他就找你麻烦 因此呢 这个意啊 是我们非常重视的 利是对我们最大的考验 老天给你利 就是在考验你的 所以我们今天讲一句话 赚钱并不可耻 赚钱其实是可爱的 因为他对人类的生活 有正面的贡献 可是怎么去用钱 这才是智慧 赚钱凭什么 有人说凭能力 我是不认为 你有能力就能赚到钱 我不认为 赚钱其实是靠机会 机会来的 你钱怎么来的 你根本就不知道 可是用钱呢 那是靠智慧 所以一个人要赚钱之前 最好先学一学 怎么样去花钱 怎么样去用钱 其实《易经》告诉我们 怎么样去用钱 八个字就讲完了 当用不省 当的不用 你该用的 你没有钱 你想办法 你还得要用 然后这样一个人 要么不结婚 要结婚 你当家长 你就要负起你的责任 你就要让你一家老小 最起码 可以过温饱的生活 否则的话 你跟家长 就不尽责任 你也没有必要 弄得大家很豪华 弄得大家很舒适 过奢侈的生活 那好像是罪过 为什么罪过 他就滥费资源 因为资源是有限的 地球现在六十几个亿 大家都要活 你把它拢挂到你们家里面来 这个利就不能合 怎么能合 你看一个社会 贫富的差距越大的话 这个社会是越不稳定 越不安全 这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我们不能勉强使他一样 因为那是不合自然的 但是有钱的人 他一定要想办法 来跟大家分享 来照顾那些比较穷困的人 这样就对了 但是我们又想错了 我们说 我去赚一些没良心的钱 然后我去做算事 这个行吗 不行 因为功过它是不能对底的 你做的坏事就是做的坏事 你想用这个来补偿那个 那是不可能 你应该很多人赚的钱 赶快去烧香 拜拜 神保佑 这是不合理 因为如果这样可行的话 那个神算什么神 那他不公正 一点也不公正 那不公正就不叫神 那就叫魔 立官不破 则得失精致 要想经受住立官 民官 重重考验 保持很久的正直 真成为重要一德 为什么说把正直理解为守规矩 是我们对原点的误解 一经中 将曲折迂回 反倒是办成大事的最有效途径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真是什么 就是正直 我们 兼得起立的考验的人 就叫真 我赚了钱 我还规规矩矩 一般人你叫他穷的时候规规矩矩 都很难 因为穷他就不择手段 可是你有了钱 你要让他规规矩矩 那就更难 因为财大寄出 我管你的 你有本事把我抓去吗 这种人蛮多的 所以穷也害死人 富有也害死人 各位就体会到 上天是用金钱 用财货来考验我们每一个人 你看见利忘义 见钱眼开 这都是经不起考验的人 钱财是工具 不是目的 目的是正不正 正不正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能不能摆平 摆不平的话 那问题就出来 所以中国人很喜欢说你摆平了没有 摆平不是用强制的 强制的更摆不平 他每个人立场不一样 每个人身份不相同 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你要摆平 你就必须要求圆满 所以我们一阵讲 做人要正直 而且要持久 你正直一分钟有什么要 正直一天有什么要 正直三年也没有 很多人就是一段子 一段时间很正直 然后吃了亏以后就觉得 那我正直干啥 我比谁得很 那就完了 在学校操心很好的人 到了社会 反而很多是经不起社会的考验 所以我们就开始制造很多名词 说什么社会是将刚 你被它污染掉了 这都是很奇怪的说法 将刚能把你怎么样 人家处污你而不染 什么将刚 那都靠自己 那都靠环境 那人都完全靠环境 那人努力干什么 学习干什么 你就让环境去摆拨就好了 这是对自己不负责的一个表现 我们现在都很清楚 正不正在你 别人不知道 哪个人不说自己正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们不了解什么叫做正 不了解 正不是说 我很正直 我意识不够 我样样都是受规矩 那叫正 两千年来我们都这样解释 所以我们才会满口仁义道德 而表现得很龌龊卑鄙 我们曲解了圣人的意思 曲这拳 就是那条太极线 你要走出来 你走不出那个弯弯曲曲的路 你就没有办法正直 你是什么办法正直 我们始终是二分法 直就是直 曲就是曲 你看要命 曲才能直 你看越是直的公路 出车会机率越大 越是山路崎岖 越是九万四八拐 都安全得很 因为人一看到这个路 歪歪斜斜 他敢睡觉 他就很认真的 那个角度都把他很稳 你一小心他一小心 就安全 啊路这么直 没问题啊 就说话了 就开始打大疙瘩了 啵一下就出去了 这就现实告诉我们 越直越容易出问题 全世界没有哪个地方的高速公路交流到敢用直直下去的 你试试看好了 你在高速公路上面速度那么快 下高速公路的时候你说你减速减速 那还是很高速的 一下子冲出去就干算了 人类的智慧就表现在 交流到永远是弯曲的 曲是直必要的过程 上挂跟下挂 它在当中啊 有一个交结处 那个交结处是曲线的 不是直线的 不是直线的 实际上水平线也是起起伏伏的 也是弗形的 没有直的东西 两点直线 直线最短 但是永远是达不到的 你从这一端要走到那一端 你千万记住太极线 它是弯弯曲曲的 所以为什么直话人家听不进去 你一讲直话它就火大了 那你有什么用 你稍微弯转一点 你稍微转个弯 它听进去了 就有效 你就安全 所以异经 它给我们的生活 第一个就是安全 第二个是有效 第三个是方便 但是现在我们都认为说 哎呀有话就说啊 拐弯目只要干什么啊 有话直说啊 你管它有什么反应呢 那就是目中无人 这种人就叫做目中无人 一个人 正直不正直 跟我们所想象的那个 有很大的差距 孔子费尽苦心去解释 但是我们都没有体会到 我们要有效 我们要让大家能够照着去做 你非要采取一种迂回的方式 否则你是达不到愿望的 我会外圆内方 我会替别人家想 圆就是方 方就是圆 像这种观念 外国人是很难解释 方就是方 方又跟圆扯在一起 中国人是很清楚的 越小就越方 越大就越圆 同样一个东西 小小的那一定是方 方方方到了很大的时候 它就圆了 所以当我们说做人要大方一点 你就听懂了 做人要圆通一点 那个方就是圆 这个人圆通就是答案大方 至圆行方 屈中求职 易经的智慧 以通达明辨为贵 那么人生世世 是如何在圆亨力真之间 往复变化的呢 圆亨力真 与儒家无常 仁义理智信之间 又有怎样的联系呢 圆就是春天 开始发芽 那就叫圆 发芽以后 到了夏天 它就会成长 就会茂盛 就叫做亨 秋天就开始有收获 所以你看栗 就是一把刀 在割成熟的笼作物 就叫栗 你收割来的东西 你怎么办 冬天 你要把它藏起来 第二年 你才会有新的种子 你把收获来的东西 通通吃光光 连种子都没了 那来年春天 靠什么去播种 你从这个道理就可以知道 圆亨力 它是比较自然的 你只要圣食 大概就会比较圆满 我用圆满这两个字 圆满是什么意思 就是顾立到每一个角度的立场 他每个人这样的方向不一样 每个人立场不一样 每个人位置不相同 他的感觉不一样 你认为圆满 他认为不圆满 所以要面面顾到 这是在中国社会做人特别辛苦 特别为难的一个因素 今天大家都喜欢当一方之长 我是家长 最起码当个家长 校长 厂长 厅长 厨长 首长 不管是什么长 千万千万记住 你一开始就要重视那个圆 圆是什么 就是人心 就是人心 仁爱的人 你没有人心 你做什么长 最后都是害己害人 我们有的好的人心 你才会怎么样 才会去照顾 关心所有的人 然后你就会办事很顺利 做事很亨通 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啊 官运很通 官运很通 就是他仁正爱民 你仁正爱民 他自然就官运很通 但是下面呢 利之所在 就看你脸色怎么变了 你能够经得起利益的引诱 利益是专门引诱你的 越大的利 你就越要小心 当商人送你十万的时候 他自己至少也拿十万 你就变成二十万 当商人送一个官员 一百万的时候 这个官员要记住 我不是拿一百万 我最起码拿两百万 因为他自己不拿一百万 他会给我一百万 他可能拿一千万 才给我一百万 最后你就背了那个很重的负担 利是什么 我公正的照顾所有的百姓 这样一来 你的内心正不正 就得到证明 见利就妄议 那就不真了 因此后来儒家 把元亨利争 就发展成五个字 叫做仁义理智性 仁就是圆 义跟礼呢 就是恨 人家一个人 他处处都合理 他就很恨通 利是一般人看得见的 做人要有礼貌 做事情要重视礼节 礼要有节制 而义呢 是看不见的 到底合理不合理 心中有数啊 外面看不见 然后字呢 就是利 当利益当前的时候 你要用你的理智来判断 该要不该要 能要不能要 要你以后会怎么样 能不能无咎 那个无咎很重要 你看要到最后都是后悔的 你只要要到不该要的时候 你的心就开始不安 晚上睡觉睡不好 白天脸色不对 然后眼 眼睛就开始没有光亮了 看到了以后 就好像怕人家看见一样 就低头了嘛 你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真 是什么 真就是信 人家对你信不信 就是看你正不正 你不正 就算对人家再好 人家只是怀疑 是不是又要利用我做什么事情 他怕了 他躲得远远了 所以这个信 就是你正不正 给人家的印象 就叫信 我们现在人最大的危机 其实是复性危机 就是人与人之间 都不能信任 这才是人类自寻苦恼 我们自己很难解决的问题 你一定要从易经的道理 从前挂开始 先求自己 不要老求别人 你自己做得好 别人自然会受你的影响 一个人最了不起的是什么 不是控制人家 不是教导人家 不是命令人家 而是发挥你的影响力 你看这个是不分身份地位的 任何一个人 只要你行的正 只要大家信任你 你都会发挥相当的影响力 人亦理智信 就是圆坑立真 就是天地的正气 就叫做前缘 前缘是什么 就是先天一气 那就叫先天一气 就是它是天地之间最无私的 最无私的 你看空气没有说你是好人我才给你 你是坏人我不给你 你对我好我让你吸 你对我不好我就不让你吸 没有 它不是不分是非啊 它是告诉你 你自己要爱惜你自己 你要自己修养你自己 否则我也帮不上忙 到时候一口气不来就是一口气不来 你怨它没有用 君子坦荡荡 并用一身正气影响着身边的人 按照易经的智慧 君子在人生的各个阶段 都会适时调整 凡事并不做得太满 为了在生活中游刃有余 曾教授提出要掌握没两把刷子 六六大顺这样的吉祥话 其中又潜藏着怎样的危机呢 文言传里面特别提到一句话 千元用酒乃见天者 什么叫做钱 为什么能够自强不息 就是因为他会用酒 那孔子是最会用酒的 用酒用现在的话来讲 就叫做阶段性的调整 你不能老一套 你老一套你这个阶段何事呢 你下一阶段你就遭遇到重重困难 这样各位才知道我们中国赞美的人都说 这个人了不起有两把刷子 我们从来没说这个人了不起有一把刷子 一把刷子管什么用 一个人最起码阴阳两把刷子 人刚就刚 要柔就要柔 人高就高 该低就低 这叫什么 叫做人去人胜 中国人最了不起的就是人去人胜 刚柔并济 恩威并施 内方外缘 你看我们始终就是阴阳的配合 因为前卦告诉我们抗农游回 阳刚过盛 马上就成阴 这阳极成阴就是当你不可一世非常神气的时候 然后突然间掉下来 七七残残 那谁叫你有强 所以到五你就可以掌握了 那个六你最好算了算了 我不要贪得无厌 我掌握的东西掌握到就好了 掌握不了东西我不要 不要太过相信那种什么六六大顺的 不要太过相信 就是不顺才告诉你设 易经道理就是这样 你顺他就告诉你无咎 无咎就是顺 后面有后遗症的 你要小心的 易经每一个卦都是有条件的 但是都提供了一个希望 人是活在希望 但是不是活在梦想 现在人很奇怪说 有梦最美 那永远不能实现的梦有什么用 有希望 有希望要靠你去落实 所以有了钱的自强不息 就必须要坤的后德在务 钱在墙面创造 坤在后面落实配合 所以杨极成荫 是有道理的 我们下一次就一起来讨论 杨极成荫 想象 动静两极的钱挂与空挂 有一个重要的相通之处 那就是都包含 圆亨力真似得 前到自强不息 坤到后得在务 乾坤之间究竟是如何相互转化的呢 动静有长刚柔并进的哲学观念 对我们做人处事又有怎样的深刻起敌呢 请继续关注第十集 杨极成荫 од尽 走 孔子批阅易经 围边三角 绑竹简的牛皮 都被翻断了很多次 他对前与坤梁挂的挂词 进行了详细的注记 留下了庞通四达的文言传 文言传中究竟蕴含着 怎样的深邃折笔呢 被后世学者奉为千古文章之组 包含着宇宙人士奥秘的 圆亨利真 与儒家所讲的人义理智信 又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祥教授 将引领我们一起 感悟《易经》的智慧 请继续关注第九集 《红子文言传》 《易经》是谁创造的 它又是什么时候完成的 我们有两句话 就可以概括了 人耕三圣 四立三骨 人有三个圣人 一个福西 一个周文王 一个孔子 真的是他们三个人 就能够完成 这么伟大的一个创作吗 我想不太可能 它只是一个代号 一群人的代表 所以人耕三圣 告诉我们 《易经》是集体创作的 不是个人的创建 福西在上古 文王在中古 孔子在进古 所以叫做四立三骨 告诉我们 它是经过很漫长的时间 慢慢孕育而成 最要紧的 它经得起长时间的考验 《易经》 《易经》分成金跟钻 两大部分 《易经》比较简单 就是画像 卦名 还有周文王写的卦词 瑶词 钻呢 那就比较丰富 我们把它叫做十易 易就是翅膀 就是《易经》给它加上十只翅膀 让它更加有价值 更加有内行 那十易呢 实际上只有七种 不过其中有三个 它是分上下两部分 所以成为十易 下面就是我们要介绍的文言传 文言传就是孔子 看到周文王 他替卦词下得非常的惊念 可是他怕很多人不少了解 所以特别加以解释 只有在钱卦跟坤卦两卦有 解释文王所下的卦词 所以叫做文言传 孔子他首先就把钱的卦词 缘亨利争做了一番解释 他说 缘者上之掌验 亨者家之慧也 利者益之何也 争者士之干也 缘是缘始 大家有没有发现缘就是开始 气呢 就是我们平常所呼吸的空气 缘气怎么那么重要 因为我们人是胎儿的时候 他是吸收不了外面的空气的 他在子宫里面是靠肚脐炎在呼吸的 吸收母亲体内的气 可是一出生 那个脊带啊 剪断了以后 他就没法呼吸了 所以就开始 他就开始在练习 用嘴巴来呼吸 就呼吸 空气 人一出生 就面临了生死关头 你看很多人生出来 他很怪就死了 他过不了这关 一口气不来 你有再大的本事 都没有用 缘是原始 缘气就是生下来的那一口气 所以为什么这个缘气很重要 我们一见面就说 你气是不是说 你很有缘气 就在讲这个事情 天底下最大的善 最大的好 就是他给我们有足够的气 如果空气不够 那糟糕了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 爱惜这个空气 不要去污染它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使自己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才对得起老天 给我们的这一口气 就这么简单 乾坤两卦 有一个重要的共通之处 就是卦子里都包含着 原亨立真四的字 如果说原始开始的意思 那么亨代表什么 已经又岂是我们 应该如何处理社会关系 过一种更加合理的生活呢 恨是什么 就是说大家在一起 互相照顾 互相帮忙 彼此尊重 那他自然的 他就会恨痛 就不会产生阻碍 自然的阻碍已经够多了 我们现在人与人之间 还设下种种的阻碍 我想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 那加是什么呢 加就是美的意思 会是积极 大家有发现 动物跟动物积极在一起 植物跟植物积极在一起 人跟人积极在一起 万物还是积极在一起 积极在一起 大家过美好的生活 植物有植物的生活 动物动物的生活 人有人的生活 大家互相包容 互相照顾 不要去侵害别人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加之惠也 我们做生意 就是把这里有的 送到没有的地方去 把我们没有的 从背对方运过来 这个也叫做加之惠也 一样的意思 天底下有各式各样的东西 我们互通有无 我们保存它原来生存的一个环境 这样我们才能够长长久久地去生活下去 这句话就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要各尽所能 而有各取所需 你不能说我有钱 我什么事都不做 我专门去买人家的东西 甚至我囤积聚齐 那都是不对的 钱是要流通的 货物是要交换的 我们任何东西都要交换的 所有人也有需要 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可以独吞 这样才能够一方面积极 一方面又很美好 否则人一积极就乱了 人一积极就不和谐的 人一积极就开始争夺了 那人跟动物有什么不同 没有什么不同 人应该过一种更加合理的生活 天下兮兮结为力来 天下攘攘结为力往 互通有无之后 力成为横在人生中的巨大考验 如果说赚钱是靠机会 那么花钱要靠智慧 那么富起来的人们 应当如何花钱呢 为什么说生活豪华奢侈 是一种罪过呢 利是什么 就是利益 能够很合理 那大家就比较和谐 尤其中国人 他都是看你这样合理不合理 你合理的 他就口服欣服 你不合理的 他表面上也许不敢说什么 不方便说什么 不愿意说什么 但他心里有书 他到时候他就烦你 到时候他就找你麻烦 因此呢 这个意是我们非常重视的 利是对我们最大的考验 老天给你利 就是在考验你的 所以我们今天讲一句话 赚钱并不可耻 赚钱其实是可爱的 因为他对人类的生活 有正面的贡献 可是怎么去用钱 这才是智慧 赚钱凭什么 有人说凭能力 我是不认为 你有能力就能赚到钱 我不认为 赚钱其实是靠机会 机会来的 你钱怎么来的 你根本就不知道 可是用钱呢 那是靠智慧 所以一个人要赚钱之前 最好先学一学 怎么样去花钱 怎么样去用钱 其实易经告诉我们 怎么样去用钱 八个字就讲完了 当用不省 当省不用 你该用的 你没有钱 你想办法 你还得要用 老实讲一个人 要么不结婚 要结婚 你当家长 你就要负起你的责任 你就要让你一家老小 最起码 可以过温饱的生活 否则的话 你这个家长 就不尽责任 你也没有必要 弄得大家很豪华 弄得大家很舒适 过奢侈的生活 那皇上是罪过 为什么罪过 那就是滥费资源 因为资源是有限的 地球现在六十几个亿 大家都要活 你把它拢挂到你们家里面来 这个利就不能合 怎么能合 你看一个社会 贫富的差距越大的话 这个社会是越不稳定 越不安全 这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我们不能勉强使他一样 因为那是不合自然的 但是有钱的人 他一定要想办法 来跟大家分享 来照顾那些比较穷困的人 这样就对了 但是我们又想错了 我们说我去赚一些没良心的钱 然后我去做算事 这个行吗 不行 因为功过它是不能对底的 你做的坏事就是做的坏事 你想用这个来补偿那个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很多人赚的钱 赶快去烧香 拜拜 神保佑 这是不合理的 因为如果这样可行的话 那叫神算什么神 那他不公正 一点也不公正 那不公正就不叫神 那就叫魔 立官不破 则得失精致 要想经受住立官 民官重重考验 保持恒久的正直 真成为重要一德 为什么说把正直理解为守规矩 是我们对原点的误解 一经中将曲折迂回 反倒是办成大事的最有效途径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真是什么 就是正直 我们 接得起立的考验的人 就叫真 我赚了钱 我还规规矩矩 一般人你叫他穷的时候规规矩矩 都很难 因为穷他就不择守 都很难